世间万法的本质就是无常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也应该要有无常观 无常是宇宙人生一切现象的真理 宇宙世界一切事物没有一样是禁止的 既然是动的就是无常 世界无常故苦 纯粹变成困力是无常 祸恶转为幸福也是无常 我们不会过分的一个结局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会生起一种丁销感恩的心 因为它是无常 所以可能很快它就会失去 败的也会失去 好的它很快失去 所以我们已经把握到这种公音 趕快来精神用功 来担当 来收货收费 希望我们可以来 这样去政党我们的这个福报地位 就是我们有一个对无常观的一种 仇报一种提议 这也非常重要 无常对人生具有积极激励的意义 因为失事无常就可以体会 法性的真实平等 修学佛法的人因为有 生死世大无常迅速的无常观 所以容易生起处理心 禁禁不屑及去佛道 史方新闻关文曲建议 高雄才能报道